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二轮 上海得比 上海深花迎战上海海港的比赛 赵明健开场之后 在右路打的还是挺活跃的 前田好球就来了 这个镜头稍稍交代的还是网着一下深花 这只深花可用的人 大家可以看看比赛的名单 下边坐着有多少人能用的人 先看这个球 起回来了 刘祝润 还有机会 看着空门上大门 刘祝润 这下 还是随着越位 确实越位了 这个第一轮比赛输球这个事 好球 这个球没问题 看能不能传好 中路空门的机会了 缝进 这个球啊 这是刘祝润 这球刘祝润 传的还稍稍有点靠后 是吧 他传的 我想说传的挺平稳的 防守能到位率还可以 哎呦 蔡惠康啊 好球 这个前场抢断 有反击的机会 深花 看看 踏出了前叉 刘祝润直接选择了远射 深花队员 无论是曹云敬还是赵明健 开场之后都比较自信啊 这么远 都也有40米这种远射 前点 又是前点 看看二点出来 还有机会 选择这些打门赵明健 伍西停这下 停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终点是非常容易进球的一个球啊 一种角度啊 右脚发的话 你看看终点的强点 团定 伍西蹭了一下 这个球啊 蹭的想奔远点去 但是稍稍偏了一点 投球很好 赛季之前 吴敬贵知道接受采访 先看这个球 呜 严俊凌出击 这球还吹乏了冲撞门将 你看他也是背身 没看到严俊凌的位置 所以这球也不至于给牌 三个保守点 倒是个调到左脚 后点 有机会 李云秋 能不能形成射门 再出来 好球推实了 这球有变现吧 给了脚球 确实感觉明显的变现 这球很清楚 选择了推射啊 很冷静 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 啊 这个球啊 这是张林鹏 张林鹏的头上 看那个脚球 太靠近严俊凌了 简单 哦 你看 有反击的机会 看这下能不能躺过去 哎呦 这下有机会 还有机会 三刀球了 刘主任 刘主任 林鹏主任 这个球啊 刘主任啊 怎么能打成这样呢 有点没劲的感觉了 速度真快 对 想给他放产 想把他红盘踢倒 都没有踢到 这下第一下就要给牌 看这下是想 其实冲着人去的 李云秋就是想 对 用自己的一样红盘 对掉对方的一个弹道球 但是都想踢都没有踢到 就快成这样了 对 那这球 刘主任如果轻松点 可以把守门员一拨就过了 看看这球 还是李云来罚 假动作 李云军 机会 这个球啊 选择了圆脚 李云这下晃的 应该说挺逼真的 这球不 这种点评 应该说 非常权威 点评一二这脚踢的怎么样 这个球如果说是 选择了前点 没有发起来 没有发起来 效果不好 二点还有 还是彭心力 后点 奔着门去了呀 这球 啊 严俊凉最后碰了一下 这是 保林药这上场之后啊 作用还是挺明显 好球 看看这边的反击 能不能出来 曹云定在要球 一对一 曹云定一对一 三打三 看能不能过张立鹏 右边巴索哥 这个位置完全空了 巴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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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门了 巴索哥 上海得比进球 上海森花 非常高质量的反击 曹云定助攻 巴索哥破门 看一下 左后左中卫 被带走了 杨迅一个人 然后再往回跑 就来不及了 你看李扬 再往回跑 就来不及了 李扬又摔了一步 对 摔了一步 嗯 这个跟杨迅 我们在中国慢性 看一下 巴索哥打的是真冷静 而且打了一个小门 打了一个小门 这个 这赛前咱们俩的预言 你说上不上0比0 我说全场有可能0比0 看来我又错了 先看这个球 马震 腰力功了 还是马震 马震 这两场比赛 表现得真好 有威胁的传球 这个确实是海港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还有过一个议员 就当时说这场比赛 可能谁进一个球 这比赛就拿下来了 差不多了 看海港 有没有办法扳平 你看又是这个杨迅的一个高点 智空 杨迅 2比0 杨迅 本赛地 中超首秀 就取得了进球 打开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的APP 参与抢红包活动 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 丰厚的奖品 有实战足球 160十 不同金额的QB卡 快来参与 这球给的真好 而且杨迅这点抢的 智空是真高啊 杨迅这力压对方 两名队员 关键是 没错 买提江 后点 全大了 大了 张林鹏的传中 投球后点还有机会 用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啊 这是不是李昂爆超上来 但是还停球 这个是为什么 直接打了 是 孙世林 好 这时候随着主裁判 王哲的一声哨响 上海得比 上海深花 依靠巴索哥和杨迅的进球 2比0 战胜了上海航港 海港 这样的话